好几盆大麻叶就这样摆房间 南韩间仅花四个月调查大型毒品供应链 起诉17人名单一摊开 其中涉嫌贩毒的包括南洋乳液第三代 旗下婴儿米饼和奶粉在台湾都买得到 另外还有小新集团 JB金融集团等财阀二代三代都有涉案 南韩毒品犯罪可怕的还有运送手段 未装成方糖,麦片,甚至是水族香,小石头 新奇手法最近才曝光 南韩间仅联手美国企团局 共同查获这个跨国贩毒网 一年内竟然从美国 经由仁川机场和釜山港 把27公斤夹进安非他命和摇头丸运进南韩 市值高达新台币22亿 大宗毒品案平传 必得南韩司法部宣布 将在首尔、仁川、釜山和光州成立专案侦查组 加强打击毒品犯罪 TVBS新闻最后报道